打完疫苗身体不适到医院去挂急诊 没有想到竟然被要求要退挂号 新北市有名妇人接种完BNT疫苗之后 出现了发烧全身贪软的症状 赶紧到N主公医院挂急诊 但是减伤护理师却说 这是接种之后的正常反应 回家休息就好 接着呢就帮她办了退挂号手势 要她回家 结果这名妇人隔天就送医急救 还装上了液克膜 抢救12天才捡回一命 妇人控诉就是因为被延误就医 让她病危 医院却不承认疏失 事后也不闻不问 不过对此N主公医院表示 都有依法主动通报 疫苗不良事件 也会配合后续调查 如果当下我没有及时发现我走了 我这样子就走掉了 那谁要来帮我站出来说话 鬼门关前走一回 华小姐再坚强 眼泪还是忍不住溃提 拿出当时病危的照片 控诉N主公医院医疗疏失 你一个减伤台的护理师 你没有这些知识 你凭什么让我回家 造成我后续那么大的伤害 说是认知的错误 是我要求要回家 这根本都不是事实 华小姐指控自己去年10月份 打完BNT疫苗 21号出现发烧 呼吸不顺 全身贪软的症状 赶紧到N主公医院挂急诊 没想到减伤护理师却说 血氧都正常 只是接种后的正常反应 已经帮你退挂号 回家休息就好 但一回家不得了病况家具 隔天就送急诊 装叶克膜 住院抢救了12天才捡回一命 顾承中家属认为 是院方延误就医 却不承认 要求看监视器也被拒绝 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我很怕把我女儿走 华小姐是家里经济支柱 这一病直到现在 好几个月都不能工作 只能提高医院违反医疗法 要求民事赔偿 对此恩主公医院回应 都有依规定通报疫苗不良事件 虽然气馁 但会配合调查 新北市卫生局查证后 确定恩主公医院 有主动通报疫苗不良反应 不过护理师第一时间 退挂号的判断 有没有疏失 恐怕得等后续调查才能履行 介绍杨阳王豪 新北市采访报道